大姐 干嘛 你昨天不是去媒婆那里了吗 是啊 那个媒婆怎么说 媒婆 问清楚没有 去问媒婆 他说他有时间 打电话给那个男的 问清楚呗 他也 人家私事 他也不怎么了解的 是吧 媒婆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他说超过时间 跟那个男的说 说呗 那你昨天去媒婆那里干嘛 我去问他啊 我也是以为他知道的啊 连媒婆 不知道 连媒婆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他私事很少人知道的 他也没有跟媒婆说啊 怎么说 如果他说的话 那那那 那还能找女朋友啊 是吧 都不知道 连媒婆都不知道 哎呀 人家的过往是不清楚的 这些媒婆她说 呃 超过时间 去那个男的那里聊聊情况 看一下什么情况 那媒婆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件事啊 什么解不解决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如果那个男的 你心里面想着是你 想跟你在一起的话 他前女友来 不管用的啊 就看那个男的咯 是吧 你结这个男的怎么样了 那媒婆怎么说先 媒婆她肯定说这件事是怎么可能基根基底呢 是吧 那谈过女朋友那是很正常啊 问题是他前女友又来找他复合 那找他复合 那就看这个男的啦 那个媒婆也说啦 如果这个男的里面有你的话 他是不会接受这个前女友的 毕竟是分开也是过去的了 那媒婆都不知道 昨天你去媒婆那你问清楚了呢 问都没问清楚啊 那我以为他知道啊 那谁知道我也是白跑了一趟啊 那我就打个比方 那你呢 是不是你没拿东西给媒婆 拿了 拿了什么 我拿了鱼啊 拿了鱼给他啊 看啊凌有鱼呀 你有牙啦 拿了几斤 用涂给他 都提及搬 美一婆 半死还不行啊 唉呀她也不懂 她就说通过时间问那个男的 人家过去不可能一五一十的了解 是吧 应该这个男的心里面是有你的 她说啊 不可能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 那个你来找他复合 她呢 可能也不想的 她说现在 跟你聊 现在你是她的前任 现在你不要跟你聊 聊得还可以 那个是前任了 肯定是这个现任好 毕竟他们已经是过去了 就算有过一段感情 那也是过去的了 那他跟我说 没有必要赞顾那些视觉 只要你们两个慢慢谈 发展了 以后慢慢的进展一步就OK了 那我问你 那个相亲对象那个前女友 是不是之前媒婆介绍的 不是哦不是 不是媒婆介绍的 连她那个有那个前女友 聊了多少年 媒婆都不懂的 她就只知道她有个女朋友 是她自己谈的 是媒婆介绍的 不是不是 这个媒婆她说 那一段感情是她自己谈的 那媒婆对这个相亲对象 有多长的保外了不了解到底 了解呢 也有几层了解 就是 现在就是最主要的 你说那个前女友找她复合 嗯 怎么说呢 那个媒婆她说 啊 叫你不要在乎那些视觉 可能人家是朋友之类的 分手了也可以做朋友的 朋友是朋友 她都说了 要来找她复合 可能她是开玩笑呢 对吧 开玩笑 那你开玩笑 你跟你老公说你要出去找啊 这种玩笑能开吗 哎呦 真的是 真的是 不要在乎那些东西了 我改天再去等我一班 什么媒婆发信息给你了 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放心有什么消息的 我会马上通缉你的啊 对了那个 你拿给媒婆 那个鱼是不是在我们鱼堂捞的 哎呦 好想这种 什么媒婆那个鱼在鱼堂捞 是有在那个河边钓的啊 耶哦 我们鱼堂里的鱼怎么能吃 那么一点点大啊 我怎么知道你啊 我怕你那个鱼都没开麦 都没开糖 就抓抓了 这样不顺利的 不是不是 在那个河边钓的 我和你点呼气钓的 但是 那个前面有跟那个男的说 复合的话你不要想太多 这个男的不想的 不想啊 嗯 那个媒婆说了 都是那个女方一心情愿的 她说啊 她现在的在乎的是你 那个是过去了 你不要想多 啊 靠谱靠谱 这个媒婆说的话 怎么不靠谱 啊 不知道啊 那媒婆的话都不靠谱 那什么话靠谱呢 嗯 媒婆的话才靠谱啊 肯定啊 那个媒婆做没做了 做了是不是从来没有成过的 哦有成 你说她做了差不多 有十多次咯 只有一次不成而已 只有一次不成啊 哦每次都成的 每次都成啊 对这个男的很好 把握好 不要托托拉拉了哦 什么时候带她来见见我 我去喂鱼了 喂喂 喂 喂呀 我做到了 哪里 我是您的